大家好,我是小静 夏天来了,衣服是越穿越薄了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肚子上的一圈圈的坠肉再遮也遮不住了 很多朋友都反映肚子上的坠肉特别的难剪下来 用了很多的方法都无济于事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青油瓜纸的蔬菜汤 对剪掉肚子上的脂肪非常的有帮助 首先我们准备一把芹菜 把它切成小段 芹菜切好之后把它放入盘中 接着再准备半根黄瓜 把它去掉外皮 黄瓜是含水量最多的蔬菜 并且几乎不含有脂肪 并且芹菜和黄瓜都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对剪脂非常的有帮助 先把去皮的黄瓜切成长条 然后再把黄瓜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也把黄瓜放入盆中 接着再准备一块去皮的胡萝卜 先把胡萝卜切成薄片 胡萝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胡萝卜素 减脂期间多吃一些胡萝卜 可以提供我们身体所需要的各种营养 先把胡萝卜切成细丝 最后再把它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也把它放入盘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一个西红柿 把它打上十字花刀 然后再加入刚烧开的开水 把西红柿烫一下 两分钟之后再把西红柿捞出来 这样西红柿的皮就非常容易的剥下来了 西红柿去皮之后 先把它切成薄片 然后再把它竖着切成长条 最后再切成小丁 这样好出汁 切好之后也把它放入碗中 接着再准备一块豆腐 减脂期间多吃一些豆腐 可以提供人体所需要的优质蛋白 豆腐呢 我们最好选择内脂豆腐 内脂豆腐就跟豆浆一样 它的热量非常的低 今天没有买到内脂豆腐 只能用普通的豆腐了 豆腐切好之后放入盘中 然后加入开水 把豆腐烫一下去除豆腥味 接着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先把西红柿倒进去 然后盖上盖子 先盖大火煮上十分钟的时间 先把西红柿的汁熬出来 十分钟之后 我们再把胡萝卜和芹菜倒进去 用勺子把它搅拌一下 然后盖上盖子 继续煮五分钟的时间 五分钟之后 再把豆腐倒进去 煮上两分钟 豆腐不易放得过早 要不然就煮烂了 然后再加入一勺食盐调味 把它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道汤不需要加其他的佐料 单单是各种蔬菜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就非常的鲜美 这道汤有非常好的清油瓜脂的效果 特别对减掉肚子上的肉 非常的有帮助 肚子上坠肉比较多的女性朋友 可以拿它当做带餐 最好是每天晚上 当做带餐喝上一碗 坚持一段时间 大肚囊就不见了 越喝越瘦 还不容易反弹 建议想要减肥的朋友 可以试一下哦 如果是饭后来一碗 也有助于瓜油 不容易长胖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 帮忙点个赞吧 我每天都会被大家分享养生美食 记得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